今天下雨啊 在古安城 人也不多 东西也不多 能不能捡着肉 看看咱们一起转转 就这边有些传统词的窦青人物的 还有这种蝉子莲喜致的花菇都蝉了 蝉蝉蝉蝉为主啊 这都是些蝉蝉标本之类的 要找一点品质高 品相略好一点 不要全品啊 至少品相略好一点都很难 这边都是各式茶壶啊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壶的 但是在这边其实很难找到 比较喜欢合适的 因为大多都有蝉啊 补啊 最关键不是这个问题 最关键不是品账问题 是因为就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普通啊 如果有特殊的东西 那我还是接受点瑕疵 是无所谓的 然后雨越下越大了 我买了一个无双谱啊 非常精细 那个画片很不错的 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供盘还是不错的啊 画得很精细啊 无双谱的一个人物 一个海藏供盘 然后还看细路度 这个细路还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 这也今天的收获之一 每一个同志细路的啊 无双谱供盘一支 还是非常满意的 照常解漏啊 一点都不耽误 非常的漂亮 人物画的也很传神 所以从画片和写字上面 可以把它的等级呢 定得比较高一点啊 老的 尤其是金的东西 就能够给你打上预防针 就像打上育苗一样 我们抗击病毒需要打疫苗 那么我们抗击一些防品 也需要打疫苗啊 这种疫苗就是 你长期的对于 这种防品也好 这种老物件也好 它的一个认知 它就会给你啊 让这个免疫的这种基因 这个是画着李白 李清廉 太白 字写的都非常漂亮 所以可以说是 同期里面的一个精品啊 今天的收获啊 没想到下雨天 还能够淘一件这么个宝贝 你先包这个盘子吧 这是一个树叶盘啊 广彩的 晚清广彩树叶盘 这个反正 那个人还比较合适吧 就拿一个算了 给大家带一点 来这个包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 那个六方皮 那个递给我一下 下雨了 一个六方的一个 这个青花鱼桥耕读的诗文瓶 这个还不错的 倒光的 完完整整的 这个还算是今天一个 我还比较喜欢的 虽然这个不低 但是东西还是不错的 鱼桥耕读 这个是耕牛 这边有诗文 这个时期就比较喜欢 这种书画一体 然后这边是读书的狼 上面是砍柴的 还有一个钓鱼的狼 钓鱼的换鱼 出现还是不错的 可以开门的 来来来 给它包着 今天下雨 然后也没啥像样的东西 只能看到一两件 就买一两件 难碰到这种 来了几件 不错的东西 又可以跟你们放漏 到处来 多多的来支持交流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